东方网新兴国际记者陈思仲, 自美国政府本月宣布一系列针对华为的制裁措施以来, 美国企业对华为的管制,可谓步步紧逼。 据彭博社Bloomberg最新讯息, 当地时间5月20日, 已有四家全球领先的晶片设计商和供应商开始切断与华为的交易。 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, 包括英特尔、高通、塞灵斯和博通在内的公司, 已通知自己的员工,直至另行通知, 暂停对华为的一切供应。 不过,在彭博社一篇5月17日的报道中显示, 华为可能储备了至少三个月的晶片和其他重要部件, 以应对这一情况的发生。 5月18日, 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曾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时, 正面回应了美国政府这一禁令。 任正非称, 出口禁令对华为影响有限, 华为将继续开放自己的晶片。 他还表示, 即使高通和其他美国供应商不向华为出售晶片, 华为也没问题。 因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。 不过, 华为受高通影响本就不大。 高通主要为其提供调变解调器和其他处理器。 而华为已建立自己的调变解调器。 但英特尔为华为提供的是四伏器晶片和膝上型电脑系列处理器。 供应阶段造成的影响尤未可知。 在华为2018年底释出的供应商获奖名单中, 英特尔赫然排在连续十年金牌供应商榜首。 当天稍早时, 谷歌姆公司Alphabet确认终止与华为部分业务往来。 其中包括撤销华为的安卓许可证。 亦在将其从安卓手机市场转移。 上周,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, 禁止美国企业使用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公司生产的通讯装置。 之后, 美国商务部和安全预性将华为及其70家子公司列入了所谓的实体名单。 该禁令产生的影响实际已超过了美国本土范围。 按照这份清单的要求, 只要使用美国产品或技术超过25%的公司都要遵守禁令, 否则也会被惩罚。 德国英飞灵科技公司在周一宣布, 他们已经叫停了向华为的供货。 今天5月20日, 稍早时,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主持例行记者会。 有记者就外媒报道, 谷歌中指与华为部分业务一事提问。 陆康表示, 中方支援中国企业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。 同时, 华为也是出了关于谷歌暂停支援华为部分业务的媒体宣告, 宣告中称, 华为有能力继续发展和使用安卓生态, 华为和荣耀品牌的产品, 包括智慧手机和平板电脑, 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不受影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